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茶和我们推荐三款葡萄酒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少少微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有一个一万七千名医生和医学科学家的声明 仍然没有被证实是真还是伪 但是中国的专家对新冠抗疫 已经形成了新的专家共识 这段时间有一份一万七千名医生和医学科学家 宣布必须解除医疗紧急状态 恢复科学的完整性 并解决危害人民罪人类罪 在网络上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大陆的社交平台最近有出现过 但很快就被屏蔽 屏蔽的可能性有两点 第一有可能这是谣言和杜撰 第二这其中所提的一些态度立场切中实弊 主政者不愿意让更多的中国人掌握和了解 明智不能开得太快 这份声明说 强加给医生和我们的患者的灾难性的新冠病毒 公共卫生政策是制药保险医疗机构医疗联盟 以及控制他们的金融信托腐败的结果 他们已经渗透到我们医疗系统的各个层面 并受到大型科技媒体学术界和政府机构的 平行联盟的保护和支持 因为他们可以从这场精心策划的灾难中获利 这个声明声称通过而用宣传代替真相 来产生科学共识的错觉 这种呢 苦败的联盟损害了我们所属的最后 圣明的医学协会的完整性 这些灾难性的决定是以牺牲无辜者的利益做代价 无辜者被迫遭受健康损害和死亡 由于被故意拒绝的关键和时间敏感的治疗 或者由于被强制的基因治疗注射 这些既不安全也不有效 他认为弃经为子医学界 剥夺的患者为实验性 新冠病毒的注射提供真正知情同意的基本人权 由于政府和公共卫生的官员和媒体的广泛审查和宣传 我们的患者也没有办法取得了解 疫苗和其他替代品的风险和益处所需要的信息 患者继续受到强制的封锁 这损害了他们的健康 职业和儿童教育 并破坏了对公民社会 至关重要的社会和家庭领带 这不是巧合 那么这就是新冠 这个新冠有一本这个书和小册子 这个联盟的领导层明确的表示 他们的意图是利用新冠病毒作为重置我们整个社会 文化和政治结构和经济的社会的机会 然后呢 这个所谓的一万七千名的这么一个医生 提供了一些数据 几点的要求 第一 新冠疫苗实验性的基因疗法的注射必须停止 第二 宣布医生不应该被阻止提供拯救生命的医疗服务 第三 宣布应该立志终止国家紧急状态 这种状态又腐败提供了权力 延长了大流行病 第四 宣布医疗隐私不应再次被侵犯 所有的旅行和社会限制必须停止 第五 宣布在社区环境中口罩不适 也从来没有有效的保护过空气中的呼吸道病毒 第六 宣布必须为疫苗接种的损害死亡和痛苦 建立资金和研究 第七 宣布人类不应该因为不愿意注射疫苗 而被剥夺任何机会 包括助教育职业军事服务和医疗 第八 宣布政府技术和媒体公司对地修正案的侵犯 而医疗审查应该停整 第八 最终要维护权力法案 第八 宣布辉瑞公司等等这些公司 以及他们的帮凶 对病人和医生隐瞒和故意遗漏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息 应该立即以欺诈罪被起诉 第十 宣布政府和医疗机构必须承担的责任 我想这应该是美国方面发出的信息 我们当然可以不相信美国的这些信息 但是我们也不妨听听 中国疾控中心 北京协和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 上海华山医院 四川花西医院等专家对新冠抗疫的专家共识 这个信息是大陆一位长期从事生物科技和临床病毒研究的一个朋友发给我 一共有十几条 第一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研究所的所长徐永波教授说 核酸检测阳性并不能表明机体带有活病毒 如注射的新冠疫苗后其残余的病毒基因片段 经过CT值放大几十倍后 仍可以显示阳性 所以才出现无症状感染者 实际可能就是疫苗残留死 新冠基因片段 经过数十倍放大出现的假阳性 这是第一 第二 新冠肺炎抗疫将近三年来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包括朝鲜都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病毒能清零吗 是时候公布我们的感染率 致疫力 各个年龄段的死亡率 核酸检测放大 CT值了 全世界的大样本比较好是就比较 就是最好的答案 香港 朝鲜 俄罗斯 台湾 美国 澳洲 欧洲 这些国家和地区 并没有封城封屋 现在都恢复了正常生活 自由旅行 其中最早实行群体勉励的 卫生科学强国 英国的效果最好 早就自由行动 不戴口罩了 所以呢 王岐山和刘晓明 他们戴口罩 显得非常的突出 那么第三 教授 认为目前不在预防方法 群众的科普上投入 比如 测量体温是最敏感的方法 但没有经济效益 政府就对准有经济效益的核酸检测 十遍二十遍的天天做 实际上虚假而没有意义 难道真的是为了挣钱吗 第五 华西医院的专家 医学专家 认为 无休止的十次二十次 已上了核酸检测 封城封小区 而另一方面又是 大规模拥挤的核酸人群 打堆聚集 谁的传播性更大 到底是要掏空国库的医保 还是要真的做到人民至上 第六 上海医学专家 我国核酸检测标准是什么 特异性 敏感性 敏感度 可重复性 检验的误差 误论率是多少 CT值 就是PCR病毒放大数倍 是多少 你都不讲 第七 清零的政策 给国民经济 次生灾害 是多少 多少人因为基础病 得了急症 得不到及时治疗 而非正常死亡 多少人因为封城封户 跳楼死亡 多少人对年轻人的房贷 车贷 失业 带来的影响 那是不可估量 第八 为什么朝鲜成功地抗击了新冠肺炎疫情 朝鲜可能是在无疫苗 无核酸 无绿码 无特效药的情况之下 抗疫成功的哦 朝鲜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可能比中国要突出 第九 上海华山医院的教授张文宏 我们团队的统计 新冠的重症率 对死亡率真的低于普通的流感 第十 香港的数据 新加坡和英国的数据都显示 封城封户是最愚蠢的做法 天天核酸没有必要 因为病毒已经变得相对的比较弱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教授 那应该是也现在退了 大面积的疫苗可能造成新冠病毒的免疫逃逸 对中国人的免疫力有损害 第十一 自然杂志说 新冠肺炎的英国的致死力 已经低于流感 死亡率下降了七倍 仅为百分之零点零三 第十 对于未来的抗疫 我们应该要有很清晰的思路 而不知整天的争论是清零还是共存 苍蝇蚂蚁 苍蝇蚊子 麻雀 都不能清零 比人的历史长数十亿年的病毒 能够清零吗 这个问题傻瓜都能够回答 看来专家们也按捋不住了 但是虽然这是党的最高领导说的要算总账 算经算算算算算政治账 但是专家的意见就没有人听了 我们只听党的话跟党走还要送党恩 这个荒唐的年代 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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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